我可能上輩子到他們家借油借米借醬油沒有還 或是上輩子踢破他們家的骨灰翁 所以這輩子我要一輩子的去應付他的狀況 那實際上會不會真的有這樣的事情呢 坦白說抖數盤上面 我們可以用廢話的方式來去看出來 這個孩子跟你之間彼此的關係 大家好 我打算錄幾支一系列 來討論一下命理學 或者說一般世人一般大家對於命理學的一些看法 那為什麼要討論這個事情 因為很多時候很多人都是因為 他到處找很多老師算命都算不好 或是老師算命算不準 但是有的時候準有時候不準 所以他開始覺得說不然我自己來研究 那自己來研究的過程中間又發現 各種各種講法 他沒有辦法去分辨哪一個是對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提呢 因為有太多太多人 他自己的人生都是被這些錯誤的 這樣的觀念所糾纏所綁住的 所以我們花一些時間來討論這樣的觀念 我們今天講的是什麼 我們今天講的就是 小孩到底是來討債還是來報恩的 就有人會覺得說 你這個小孩出事 這個小孩子一出事就是來你們家討債的 或者說這個小孩子一出事就是來你們家報恩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論點呢 原因就是在於說 在古代的農業社會裡面 尤其我們講說實際上紫若朵樹真正出現的時間 甚至於當今流行的八字真正出現的時間 就是我們現在流行的這些命理學 他真正完成的時間其實是民青兩代 他的這種完成時間所聽到的理論 你必須要去考慮到他的時代背景 民青兩代是中國農奴最高的時代 也就是說他就是農業社會 農業社會在看待人口這件事情 他就有一個很清楚的價值判斷 為什麼以前人會講說 多子多孫多福氣 因為生了很多小孩之後 你才有人力來種田 才有人力來生產 因為他完全是把人當牛在看待這件事情 所以小孩在出生的過程中間 他如果需要你付出比較多的照顧 付出比較多的飼料 比較多的奶粉錢 那你就會覺得這個孩子是來討債的 因為他沒有攻擊而只有支出 這也是為什麼紫若朵樹裡面 破君心為子息之心的原因 因為破君化氣為耗 所以跟小孩子一樣 他一出生你就不需要 支應他很多事情 你就不需要負擔他很多東西 你要把他從小養到大 那你要做很多很多的付出 那當你做了這麼多的付出 這麼多的投注 而最後他卻沒有辦法 照著你的意思去幫你做生產 沒有辦法養兒防老的時候 當然你就會覺得 你的付出沒有得到回報 甚至於當你的付出非常非常龐大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哎呀 我一定是 真是受缺責 我一定是前輩子欠了他什麼事情 所以他這輩子來把我要回去 我可能上輩子到他們家借油借米借醬油 沒有還 或是上輩子踢破他們家的骨灰龍 所以這輩子我要一輩子的去應付他的狀況 所以會有這樣子的講法 那實際上會不會真的有這樣的事情呢 坦白說就命理上面我們確實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個孩子跟你之間彼此的關係 人跟人之間本來就會有一種無形的對待關係 你會忍不住的願意為他做付出 或者是他不管怎麼樣就是願意為你做付出 本來就會有如此 那個譬如說有人特別他疼愛他的最小的女兒 但是呢特別的不爽他的大兒子 即便華人社會兒子都比較寶貝 但是呢就是會有這種 無怨無悔的不知道為什麼 就想要欺負他 或是想要疼愛他 人跟人之間本來就有這樣的情況 那這樣的情況當然在抖數盤上面 我們可以用廢話的方式來去看出來 人跟人之間彼此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樣子 這樣子呢是表示說呢 這個就一定是他 你前世欠了他怎麼他來討債嗎 或者是說是不是表示說他就一定是來報恩的呢 這邊呢我必須要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很多在諮詢上面我們碰到一些情況就是 媽媽是會計師 他就覺得女兒一定要是會計師 但女兒呢想要去當導遊 那這樣不行 所以他就覺得他不滿他的小孩 現實的情況其實很多都是這個原因 如果是這個原因 其實那說實在的是你自己造成的 因為你自己呢在心中有一個執念放不下 也就是說別人其實沒有欠你 是你覺得他欠你 那排除這樣之外呢 你單純的你就是對他很好 可是呢他無由來的老師會給你惹麻煩 老師會給你出狀況 或者是呢可能一出生呢 身體狀況就不好 就需要你要照顧他的 那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當然會有 當然會有那一般來講 我們會看說是不是 你的那個小孩子的命盤 有化劑在你的什麼地方 譬如說化劑在你的極餓宮 你要為了他奔波化劑在你的直線線 為了他破財化劑在財坡線 為了他當然也是破財 或是煩惱 當然會有這樣的情況 這個是不可否認的事情 來報恩的當然也就是 他是化錄給你的不是化劑給你的 不過呢這邊我不需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啊每個孩子啊 其實在出生的時候啊 都不是他所可以決定的 也並不是呢 他自己決定他要來到這個人世間的 而是我們賦予他這個生命 那既然是我們賦予他這個生命 那把它生成什麼樣子 把它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就好像製造工廠一樣 那你是製造工廠 你做出來的車子出了問題 難道你不需要負責嗎 有的時候 我們多看看自己的問題 才可以真正解決親子問題 而不是去 因為你的孩子不聽話 因為你希望他考醫學院 他硬要去當演藝人員 而產生了衝突之後呢 你就只好到處去求生問部 覺得說哎呀 這個孩子啊 你跟他有前世的孽緣 他就是來討債的 我還是要說 凡事啊 他聽到這樣子的話 其實啊 那個都是神棍準備騙你的 先的騎手式 因為一個真正 有德性的修行者 或者是一個真正有德性的老師 他應該都不會這樣跟你說 他要做的應該是要去 幫你解決那個方法 而不是告訴你說 你的孩子有多糟糕多壞 你都沒有問題 兩個人之間絕對不會 只有單方面的狀況而已 一定自己也有做一些不對的事 那這個是我們在學習命理的時候啊 很重要需要去了解的 很多時候如果說我們不了解這樣的情況 而硬要翻各種書 然後硬要去找到符合自己的答案 那這個時候你學的東西 當然就會是偏頗的 當然就會是歪掉的 那個不過是你在 在為自己的人生找藉口 而不是真正的名義學 所以孩子到底是不是有來 討債或是報恩的呢 不可否認 會有一些小孩就是天生比較聽話 會有一些小孩就是天生比較叛逆 包含我們自己在幫人家做 和復責日的時候呢 我們也會有這種選擇 可是我們通常都會跟客人講說啊 我們原則上就是啊 女生盡量選漂亮 男生盡量選事業還不錯 身體健康一定都要選 但是呢父母必須面對一件事情 有能力的小孩比較難承歡喜下 那你要承歡喜下 你就必須放棄他的那個事業跟能力 通常是必須有所選擇的 這個才會符合啊現實的情況 順便我們會告訴父母說啊 我們對於孩子的啊 其實要想的都是啊 他30歲之後的世界 而想的不是啊 那個未來他要跟你的關係如何如何 當一般來說 孩子30歲以後 你已經控管不了他了 這個時候 他能不能夠保護好他自己 能夠把他生活過得好 那個才是啊 我們把他生出來之後啊 我們應該要對他負責責任 而不是他要來負責我們的責任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一些命理學的上面的觀念 才不會說有的時候啊 不是因為技巧上的問題 而是因為啊 我們常常會被一些 傳統觀念所洗腦 洗腦之後呢 你難免會有些價值偏差 你沒有辦法 可以通盤的去了解 命理學對你人生的幫助 孩子到底會不會來跟我們討債 如果真的有這件事情 那我們要感謝這個孩子 他是我們的 我們逆境菩薩 他教會了我們要有耐心 教會了我們要更懂的溝通 好 謝謝大家